现在离虎年春节还有十天左右的时间了 但电影《春节档》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各家电影片方也是摩拳擦掌 截至目前已有《长津湖之水门桥》 《奇迹被小孩》《四海》等八部影片 定当2022年春节 整体而言 今年《春节档》电影涵盖了喜剧 剧情 战争 动画等类型 丰富多彩 想看《长津湖之水门桥》 然后想带父母过来看 因为第一部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比较喜欢《长津湖》这个题材 所以说过年趁这个机会 然后带父母过来再看一次《长津湖》的另一部 去年从9月30号开始上映的《长津湖》 总票房已超过57亿元 成为中国影史票房冠军 由电影《长津湖》原班人马编导制作的 《长津湖之水门桥》 刚刚在1月30号宣布定当今年大年初一上映 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 其连战士在敌人撤退的咽喉要道《水门桥》展开殊死搏斗 春节档另一部战争题材影片《狙击手》由张艺谋指导 该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冷枪冷炮运动为背景 讲述志愿军在敌我军备力量悬殊的经历下 与美军精英狙击小队展开殊死较量的故事 想看奇迹 然后因为题材比较励志 主演是易阳千玺也比较喜欢他 《我不是要神》的导演文木野的新片《奇迹扮小孩》 由易阳千玺 王传军 永梅等出演 该片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南方深圳热土 逆转人生的拼搏传奇故事 由于易阳千玺也出演了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 因此有媒体把这个春节档易阳千玺主演的这两部影片 戏称为《双喜临门》 另外韩寒指导的新片《四海》 依然延续成长和青春的主题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由邢文雄指导 影片改编自日本电影《魔幻时刻》 由开心芒花出品的新作 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喜剧片 春节档的这个影片也是扎堆上映 是比较多的 这个题材类型也是非常丰富的 也是满足了这个 这个不同观众的这个需求 目前呢 这个春节档的这个 想看的指数比较高的三部电影呢 就是《水门桥》 还有《奇迹》 还有这个《四海》 整体的春节档的这个预售情况呢 将在本周末这个陆续会开启 2022年春节档的动画片有三部 分别是《雄出末》重返地球 喜阳阳与灰太郎之 《匡出未来》《小虎敦大英雄》 除了《雄出末》系列大电影 是《春节档》常客外 《喜阳阳与灰太郎》系列电影 时隔七年后重返春节档 相信能够勾起不少观众的记忆 记者同号刘超报道